65年次的陳冠宏 外型帶著兄弟氣魄 但其實他的心地特別柔軟 在工作之餘 時常與多個慈善團體聯合做公益 親力親為出錢出力 前往受助個案家中探訪慰問 你怎麼回來了 你怎麼回來了 你去的一天我來給你 要不要 你有好好嗎 有 我們會集資集物資集金額 會去辦活動 在台南市的每一區都會去辦 然後每一區會去辦的話 我們會發放物資 然後發放物資之後的話 才會了解說當地委員還有什麼個案 需要我們去做更深入的話 探討說他們還有什麼需要幫忙 所以的話我們都會有志工的話 我們每個辦慈善會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留資料 然後又志工去辦查說 他們目前的狀況下 他們家裡面到底捐了那麼多的名 有沒有電鍋可以煮飯 有沒有瓦斯爐 我們會比較偏向去說是用訪查室的話 去看他們被迫的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別看現在的工作是碾花惹草 其實陳冠宏過去 成是個五刀弄槍的江湖兒女 只因15年前父親中風以及女兒出生 人生中接連的改變 讓身為獨子的陳冠宏有了體悟 最終決定揮別江湖 反家皆家業 十幾歲就出來做兄弟 比對老闆 然後有的平常說 看到這麼多人生百態 挑戰你手打 要去弄打 要去幾千 然後有的包括 我人志願的 發志願的 也覺得兄弟這兩年很重要 爸爸忽然中風 恰恰的 也沒有生的 我才覺得說 一個小孩的威聲 來拍到我們的手 他的重量的威 有夠重 那個重量的重 不是感覺說 這個小孩三千幾歲的東西 這個東西我要照顧你這四人 對啊 所以我感覺說 我沒有想要跟老闆夫說 今天你們的老闆 是沒有你很頭腦的 你的老闆的威是在做八道的 你的老闆的威 每天都喝了天空的 對 家人我也高兇 需要的威 有人還要高老闆老母 所以選擇性上的威 我也感覺說 沒有的威 我們回來夫婦的電台 為什麼都不開始 不只宋瑜 也要給人吊竿 陳冠宏在探訪 弱視家庭時 發現其實不是他們不願找工作 而是因為身體健康的限制 讓他們找不到工作 陳冠宏也開始計劃 讓受助家庭折子蓮花 賺取生活費 我們從事殯葬業 很多家屬都會很忙 甚至沒有辦法來拜飯 沒有辦法來折子 所以我們就能提供這些個案的話 他們在家可以折一些小蓮花塔 折一些雜類的東西 對 所以不是很多錢 可是至少他們每個月 會至少都有固定的薪資 也許是看到許多貧困家庭 在那樣的環境中 還是堅韌的生活 讓陳冠宏更懂得感恩與幸福 他也希望未來能盡自己最大的能力 幫助弱勢家庭走出困境 記者張碩為台南報導